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有一位帅气又可爱的小男孩 为我们说故事 故事名为四个锦囊 他来自生母小学今年11岁 他就是乌凯航 掌声欢迎 在一座名为野哈林的森林里 住着许多快乐又健康的人们 和各种动物 有最爱睡觉的小山猪 有最爱吃草的小牛 还有清澈的河水 以及郁郁葱葱的树木 最美阻打先王和先后 是这座森林的守护者 人们的生活才能健康有快乐 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 人类的数量渐渐的增长 为了能够容下这些人类 先王和先后决定把四分之一的土地 让人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建造更多的房子和设备 来维持人类的生活 可惜啊 不知前一点的人类 不但没有爱惜这些资源 反而还破坏了它 许多年以后 人类需要更多的大自然资源 他们还得寸进食啊 偷偷看法其他树木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一天先后再巡视野哈林时 发现了人类的恶行 树木是寥寥无几了 河水也变得雾浊了 先后是特别的失望 走着走着 啊 先后突然看见自己新来的孔雀 竟然被人类杀了 还把孔雀身上的羽毛拔下来 做成五彩缤纷的装饰品 这真是太可恶了 我一定不会人类你们的 我要惩罚你们 让你们感受到孔雾 先后是彻底的被惹怒了 于是先后使用法术 把可怕的病毒 释放到了人类的社会 人类因受到感染 开始生病了 妈妈 我的头好痛 爸爸 我发烧生病了 全身上下没力气 啊 谁能助助我们呢 哦 人类痛苦地闹喊着 这时 在一旁默默观察一切的先王 觉得人类已经遭受到惩罚了 可以放过人类了 可是 他无法将先后释放的病毒收回 也不知道这场病毒 何时才能停止传染 于是先王说 哎 人类啊 你们 一定要吸取这次的钥匙 不将因为贪婪而重蹈覆辙了 现在我只能做了 就是送你们这四个锦囊 去好好地使用他们吧 好好地保护自己哦 先王给了人类这四个锦囊 而这四个锦囊又代表着什么的意思呢 第一个锦囊是水滴的图案 代表的是水 我们要常洗手 这样四肢才不会被我们吃进肚子里 第二个锦囊是九号字符 说明的是酒精 表示我们要用酒精消毒自己的双手 和保持环境的清洁 还有这个是口罩 当我们到公共环境时 记得戴上口罩 这样才可以隔绝病毒 防止病毒侵入身体 最后的这个锦囊呢 就是房子了 就是在街星部门 不可以出去回来说 因为病毒就在下文化哟 同学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不可以贪婪 最后在2021年的疫情时期 也找找家里有没有这四个锦囊哦 记得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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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